202427稻子空中试作 清真田园中的潺潺流水声听起来非常疗愈 新耕的稻作在大地母亲照顾下 在宽阔的田野中 迅速地成长 水到传染病 透过了空气 水源流动互相地传染 事先预防能有效减缓病虫害的伤害 正确的能源用的使用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地理环境不同 使用方式也不同 不能就答应而论 也不能以一概全 新生稻作已再生到看出来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